去人天地去逛車 去人家裡人搶人家裡 去逛就逛 深夜砸車嫌犯好囂張 手持棍棒就在路旁 把車輛玻璃和車體 當場砸毀 砸車砸人跟砸店這樣 大概什麼時候啃食 大概從103年5月份 有木棒也有鋁棒 暴力幫派就靠這個道具 自以為打天下 23個人這下全落網了 頭低低的不發抑鬱 因為想後悔都來不及了 他在臉書上就已經 禁駕尬這個稱號 來號召他的這些群眾 來追隨他 幫派取名禁駕感 台語禁駕尬 19歲竹賢豪大的膽子 在網路上自立門戶 以禁駕尬的名稱 吸收中措聲販毒 甚至暴力討債 橫行雲林溪落一帶 手段兇殘 讓被害人不敢吭聲 往往都是因為欠錢的關係 所以他假借這種原因 跟被害人來實施暴力討債的行為 假如不從的話 他可能會適以望遠相向 有少年落往後 看到媽媽來探視 少年居然躲在媽媽身旁 儼然就是媽寶 19歲通緝犯 號召帶領少年砸車砸店 在集團23名成員 全部落往後 這個金駕尬集團也宣告瓦解 記者在雲林的綜合報道